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圣剑一起发售的嘛 当然说今天做这么一期单独的视频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款软胶呢 我入手的一个价格呢 是40元左右啊 也不是特别贵 然后也是全新嘛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吊卡 这个卡片我已经把它拿下来了 拔下来了嘛 然后这上面就是一个起源的欧布 那感觉他跟这个 初代跟迪迦融合的这个形态啊 还不是 区别不是很大 把这个迪迦的这个肩胛给去除了 感觉整体啊 这个感觉就更加的帅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两边 其实那个形态有些肩胛 然后我身上的涂装 变成了最为经典的这种 明黑红的这种配置 并没有出现那些什么紫色啊 蓝色啊这些颜色 所以对于起源形态 我是第一个有兴趣去收的软胶啊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看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看这块软胶 因为软胶啊 就500系列的这种 还是延续了之前500的这种素质啊 背后 我的天 这个头色啊 黑色啊 完全没有上色 但如果有大神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补充啊 可以进行补色 然后头雕方面 我觉得还是挺像的 挺像那么回事 眼睛呢 是这种白色的涂装啊 嗯 这边呢 是一个蓝色 整个头呢 还是挺像迪迦的吧 胸口方面 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啊 一个圆圈 这个是它的计时器啊 中间 你给我搞一个 银色涂装啊 嗯 造型呢 就是这样 那软胶 单独站立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呢是大宝剑召唤出的 召唤宝剑的这么一张卡 当时好像是被女主 唤醒的吧 就女主在下面吹底子 然后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 主角就红卡啊 就开始议营 各种议营 然后之后呢 就把这张卡片给弄 弄出这个图片出来了 我的天 这开外挂 我操